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阿金 今天又到了我們免費載最喜歡的單元 沒有錯 我們免費載呢 堅決不花錢 所以呢 今天喔 我們在Steam上面有一款免費的遊戲可以下載 這個不花錢的觀眾有福樂 那我們常常在那個 不管是玩免費手遊跳出來的廣告啊 還是YouTube廣告 常常看到一款很像弓箭還是射擊的 然後會二選一條路 選對路喔他就可以加個 比如說加個兩個士兵三個士兵 選錯路的話你就會越越差 那這一款呢 劍劍劍也是類似這樣子的遊戲 免費的遊戲 直接開死門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沒錯 就是這一個 遇見數量 我先選一遇見數量生命值 然後射擊距離 射擊距離 可以可以可以 喔 來了來了 我們打這個王看打不打得贏 遇見飛行 喔喔喔喔喔喔喔很快 很快很快 哎唷 傷害 我們弓箭速度 欸哇哩 喔 這有一些會來不及打 這個也來不及 完了 居然沒有一隻怪來了即打 可以可以可以 遇見傷害加傷害 我怎麼覺得傷害沒有增加 G了 他說如果你覺得有一點點困難 你可以去煮菜當中的商店購買一些升級喔 欸成就有兩個我看一下是什麼 擊敗第一個boss YES第一次死亡 所以我剛才已經打贏一隻小boss了就對了 擊敗第一個龍boss 還有boss是龍的欸 現在我們已經有一些些錢了 我們有22塊錢 非常的有錢 這個可以增加弓箭的傷害欸 還有射擊的頻率 然後下面是可以點這個 遇見還有遇見飛行 呃我們先點射擊傷害 感覺射擊傷害好像不太夠 然後射擊的頻率也不夠 然後遇見是什麼我還不是很懂欸 一個是弓箭的箭 一個是刀子的那個箭 不一樣 來了我們商店買完東西 又是遇見 我們現在就沒有那個箭喔 弓箭傷害加2 漂亮 等等等等我們先打怪 吃這個 再打這個 我們現在狠儀速度稍微有一點點慢欸 遇見飛行 這個遇見飛行是一定要吃的嗎 射擊頻率我們要射擊頻率 哇哩 加聖命值 我們偏偏就是不要見 加聖命值 來來來我們就盡量吃那個黃色的 有黃色吃黃色 哇那個來不及了吧 這個先不要這個先不要 然後我們弓箭速度 這樣子 完了完了完了 來不及 8BQ 超難 欸 玩這樣子才5塊錢而已喔 太難賺了吧 喔 攻堅速度加3 來來來來 可以可以可以吧 不行 快快快 OKOK 第一隻王第一隻王 第一隻王 第一隻王應該是 我們這個可以不吃嗎 欸不行那個一定要吃欸 我以為那可以不吃啊 來來我們 橫移速度 增加 我覺得橫移速度還是有差 我們有遇見了 有沒有看到 來我們加橫移速度 攻箭傷害加1 好 哦 射擊距離 如果我覺得他那個射擊距離太短的話 根本就沒辦法提前射到怪啊 YES 就是這樣 遇見飛行 我們一樣再點距離 然後射擊速度 我們就是瘋狂增加弓箭的傷害 遇見我們就不理他了 可是我發現我怪射不死欸 糟糕 完全射不死 好難 好啦我們現在有10塊錢了 有10塊錢 感覺遇見是要點的欸 不管我們遇見點一個看看 這樣一開始就會有見了吧 我們如果點遇見的話 有嗎有嗎 欸有欸 所以一開始要點遇見啦 遇見比較痛欸 遇見速量加2 漂亮就是這樣 那我要點遇見 遇見比較強欸 初期要用遇見啦 然後傷害加0.5 我還是CD-5% 好 好 我們遇見 我們現在 劍風轉舵 我們開始走遇見 哇來不及 可惡 遇見 遇見 YES 減CD 減CD 快快快快快快 欸我們的劍怎麼都不見啊 這個是CD 等一下等一下 那隻怪不要 YES過了 射擊頻率 然後傷害-2 弓箭數量加2 傷害加2 然後這個是攻擊加6欸 到底哪一把攻好咧 我先選紅色的加傷害的看看好了 完了 完全過不了啊 這遊戲太難了吧 這正常一開始 玩過不了是 合情合力的吧 遇見速量加1 來來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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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見飛行 來來來來打他打他 不行啊 我發現我射擊距離是實在有點太短 可以可以可以 打這邊打這邊 我們要第一時刻 打到怪 你們看這個根本就來不及啊 過過過過 可惡 我覺得我要先偷練一下 不然這樣子只是一直被虐而已 然後我稍微升了一下 弓箭2顆星 射擊頻率1顆星 然後遇見2顆星 我們看看這樣子 可不可以玩比較遠一點 射擊頻率蠻重要 這樣可以射比較快 YES 預見數量加2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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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加數量 射擊距離 快衝啊 來我們 截哪一個這個 傷害加1 我們先拚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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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害加2 再加傷害 我們傷害比較重要 一開始傷害不足 你就會直接GG啊 快快快 快快快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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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來得及了 這來得及嗎 不行 來不及 完了 過不了 過不了 有一些過不了 好像是 就直接給他過 射擊頻率 我們到底能不能過關啊 這超難的欸 這遊戲 感覺一開始就是要把商店的東西 點滿比較有機會啊 寵物狗欸 寵物狗欸 攻擊速射擊頻率好了 狗狗會咬人 射擊距離比較重要 一開始是射擊距離比較重要 不然你可以找一點射比較好啊 射擊頻率 我們這一次拚弓箭 YES 那一隻不要打 那一隻一定來不及啦 快快快快快快 我不知道點要什麼弓 我點要紅色弓 上哪1~~ YES 輪比不其 這個這個 YES 可以看 你們看看 我們要再點距離嗎 先這個好了 射擊頻率 閃一下 不要不要先打後面先打後面 不然會死啊 我們第一隻龍BOSS都還到不了欸 超難的欸 我是還沒有點這個預見飛行啊 這預見飛行不知道有什麼好處欸 點的不是只是飛更快然後只會更吃虧 還是這個其實可以讓他飛更慢 搞不好欸 我存個20塊看看 預見術 所以預見術 比較好還是用弓箭比較好呢 感覺很釀南對不對 這邊這邊這邊 射擊頻率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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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YES 寵物狗欸 YES 我們選紫色的感覺比較強欸 因為紫色的會變三發子彈 像這樣子三發有沒有 感覺比較強 然後 預見的距離 快快快快快 咬死他咬死他 哇哩 我們現在存了20塊 我們把預見飛行點上去 後面出現了一隻大劍 欸你買了什麼他就會寫在這邊欸 你看我買了攻擊力 然後兩把劍跟一把大劍 真不知道這把預見飛行 20塊可以幹嘛 來了 欸一開始就有比較差吧 這樣有比較強嗎 我是很懷疑欸 獎勵選擇 喔 原來你一開始就選預見的話 你變第一開始就可以拿這個攻欸 我們要走哪一個 傷害攻 還是 頻率攻 我們選紫攻好了 因為紫攻感覺是散彈 啊頻率攻好了 頻率攻感覺不錯 可是距離現在有點短 對射擊距離太短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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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先想冒射到他不行 射不到 勉強 射擊速度射擊頻率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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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喔喔有寵物狗 下個區域 敵人數量乘惡 不是 我現在就已經來不及了 還乘惡了耶 對不對 還有一個是預見CD變短耶 我覺得寵物狗吧 寵物狗可以咬80傷害耶 所以狗是走固定傷的耶 我覺得很不錯耶 有沒有他去咬 他就可以讓我們過 YES 狗超強的 先捨他先捨他 真的很強耶 太強了吧 快快快咬爆他 YES 狗很強耶 還有寵物龍耶 火球的傷害60耶 我們 選個寵物龍看看 YES 有龍 又有這個 好強 一開始寵物是最強了吧 我發現那個火龍會亂射耶 YES 無傷 我們要繼續選 有加6的弓耶 而且是沒有負面屬性的耶 但是我覺得本命是寵物阿 寵物真的超強耶 我覺得用寵物龍還不錯 初期很好過 射擊頻率 我們先火球 哇賽好強 太強了吧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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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兇耶 過了 他有眼鏡欸 眼鏡可以增加暴擊率10% 然後暴傷是150% 可是他才一顆星欸 這邊有那個欸 三星寵物龍欸 火球傷害直接升到240欸 然後這邊有弓箭的速度換成傷害 轉換的比例是10% 所以感覺最好的就是寵物龍了啦 大隻的寵物龍對不對 欸不小心 啊我應該先閃了一隻怪的 可惡 不然我覺得可以更遠欸 欸我擊敗了第一隻BOSS龍啊 可以啊 喔下面可以直接把那個寵物狗 跟寵物龍一開始就叫出來是不是 那感覺要先存那個寵物狗欸 因為龍太貴了 好我們商店直接把寵物狗埋起來 來 果然一開始就有狗了 太強了吧 那一開始就輕鬆啦 我們可以玩特殊的流派了 我想要射速這一個我覺得很不錯欸 這一個射速我覺得很強 來 快快快快快快 那一開始就不怕殺不到敵人啦 一開始有狗啊 對不對 一開始交給狗狗就對了 YES 可以喵嗎喵 漂亮 我們要第二隻狗呢還是射擊頻率加6 就是冰宮的第二階 冰宮第二階啦 我們超快射速 沒在跟你開玩笑的 YES 我們就靠這個 靠這個冰宮有沒有 這射速非常的恐怖 可是現在射程距離好像短了一點 感覺很勉強 快快快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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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獎勵 可以吸血 我們要不要選這個吸血看看 那我們血就會變超多的 有沒有我們就可以去換血 現在血有190了 預見數量加2 很強 射擊頻率 我要射擊頻率 射擊頻率比較重要 我們頻率要給他加到最滿 YES 還可以再吸血 穿刺耶 穿刺等於是一次可以搭兩隻怪嘛 我覺得繼續吸 吸到後期一定划算 因為我可以去換血嘛對不對 如果來不及打死的我可以用換的 YES 就是這樣子 來得及吧來得及吧 可以可以可以 拚了 飛龍 過不了 我們現在打不贏這隻龍 我們得到新的道具 還有多出來耶 有吸血項鍊耶 哇塞這遊戲的深度很深耶 也就是 有一些道具 可能是後期才有的 你要得到過你才可以買耶 好扯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你們免費才 趕快去下載 看看可不可以玩得比我還強啊 然後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最後呢我要感謝這些加入Youtube會員的人 因為有你們讓阿金變得更好 感謝你們 就這樣